中国导弹之所以打得准 全靠这位身穿5块钱背心的老人 他曾凭借一己之力破解了前学生密码 让导弹指哪打哪 就连美国科学家都无法完成的研究 他却做到 他就是中国激光陀螺之父高博龙院士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高博龙院士 但是大家一定都知道 我国现在的防空导弹精准度非常高 而之所以精准度高 完全是因为我国的导弹里装上了激光陀螺仪 而这个激光陀螺仪最早是美国先研究出来的 1960年 美国发明了激光器 而后和陀螺仪相结合 诞生了第一个环形激光陀螺仪 这种陀螺仪对物体运动的速度 路线以及旋转 都能够更加精准地计算出来 这项技术应用到导弹上 那就是相当于在导弹上安了双眼睛 能够精准地找到要打击的目标 而且还基本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稳定性更强 这样厉害的技术 美国自然是不会分享的 他们封锁了相关技术的所有内容 然后法国和苏联也相继研发出了激光陀螺仪 并应用到了不同的领域 但大家都将这项技术捂得死死的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技术借鉴 但是我们有个高瞻远瞩的前学森院士 他作为中国导弹之父 其实在很早 就说导弹不能光有威力 还要有准确度 而激光陀螺仪 就是能够弥补这一点的最佳选择 所以 他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 前老先生经过反反复复的无数次试验 才勉强弄明白激光陀螺仪的原理 而要想将原理应用到实践中去 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那个时候 前老先生要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我们落后了太多太多 要想追赶上别人的脚步 我们必须跑起来 而且还要多几个人一起跑 所以 前老先生决定 将激光陀螺仪这项技术的研究分出来 分给高布隆院士继续研究 而此时的高布隆院士 还是教授物理课程的教书相 并且他对激光这一块 根本就没有涉足 而当时所有关于激光陀螺仪的研究资料 仅仅只有前老先生研究出来的初步理论 统共也就只有两张纸 要靠这两张纸 研究出自己从没有涉足的领域 那无疑是很艰难的 但是高布隆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方面是他对科学的痴迷 让他拒绝不了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这是国家交给他的任务 他知道 要是研究出来这个技术 那国家的科技发展 将前进好几十年 所以他接下了 而之所以前老先生 会推荐由高布隆研究这项技术 就是因为他知道高布隆 从小就喜欢物理 而且对学术有着最纯粹的热爱 这样的人才会在研究领域 无畏艰难的走下去 即使高布隆可能并没有相关领域的研究 但是他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 果不其然 高布隆院士给了前老先生 给了国家一个巨大的惊喜 这是高布隆院士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段影像 依旧是简单的白背心 加老式军装库 此时他已经在激光陀螺仪的研究中 走了半生时光 有了他 中国的导弹才能做到精准打击 而这43年的时光 高布隆院士走得异常先呢 1971年 高布隆院士在前老先生的推荐下 开始进行激光陀螺仪的研究 虽然有前老先生的基本原理和结构分析图 但是当时中国科研领域的现状 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饿着肚子搞研究 说白了就是穷啊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也没有相关领域的人才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更没有国外的技术可以借鉴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他一头扎进了研究中去 没有可借鉴的 那就自己去学 他将相关书籍反反复复研究了个遍 没有实验材料 那就自己做 然而 经过反反复复多次实验 虽然解决了一些简单的问题 但是对于最根本的技术问题 他还是没有任何的头绪 因为国外所拥有的技术 是二屏插动激光吐落仪 所以他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 也是朝这方面努力的 但是他发现实验多次以后 还是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于是他决定放弃方向的限制 这个方向走不通 那就换个方向 反正都已经是完全自己的研究了 干嘛还要学习美国的技术 干脆研究自己的一套技术 这样更好 于是他打破了自己思维和实验上的限制 放开手脚去研究 这样一来 他果然发现了一条新的路 虽然还没有出成果 但是他预感 这条路将来一定可以成功 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成功 将会比美国现有的技术更加先进 他研究的方向是四屏插动激光吐落仪 这项技术比二屏的还要先进一些 其实也不是美国不想研究四屏的 只是当时他们在研究时遇到了问题 四屏没能成功 就换成了二屏 放弃了四屏 所以当高波隆院士提出 要将研究方向重点放在 四屏激光吐落仪上的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不看好的 毕竟当时美国无论是财力 还是技术上 都比中国要好很多 他们都成不了 我们又怎么会成功呢 但是高波隆却坚信自己的方向没有错 并且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外国人有的 我们将来一定会有 但是这不代表外国没有的 我们就不能有 这番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大家决定 就跟着高波隆一起 非要研究出四屏来 虽然大家有了一腔热情 但是现实面对的问题 却依旧非常棘手 国家虽然有拨款 但是经费实在是有限 光是用来购买相关设备 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何况还要用材料来进行试验 为了节省经费 研究小组决定 自己制作简单的道具 材料能自己做就自己做 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 高波隆和研究小组的成员 直接就住在了实验室 每天工作的时间超过15个小时 忙起来的时候 他连饭都顾不上吃 因为工作的高度保密性 他甚至连过年的时候 也都在实验室中度过 最多吃顿饺子 这就算是过年了 其他时间 他又会投入到研究中去 因为他知道 自己身上的压力巨大 就这样 他和小组成员顶着巨大的压力 20年如一日的泡在实验室 终于研究出了工程样机 这一刻 所有人都无比激动兴奋 但是在工程样机 接受检验的时候 却还是出现了问题 他是中国激光陀螺之父 又被人叫做背心院士 因为他常年穿着5块钱的白背心 却研究着上亿的工程 率先突破了 连美国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他就是高波隆院士 在高波隆院士 废寝忘食地研究了20多年 好不容易研究出了 第一台工程样机 接受检验的时候 却突然发生了状况 导致机器无法正常运转 这一刻 所有人心里都非常难过 机器无法正常运转 就意味着失败 那这20多年来付出的心血 难道就白费了吗 实验可以重来 可此时的中国 没有重来一遍的经费 原本指导组看到实验室失败 都劝高波隆不要继续了 放弃吧 但是高波隆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放弃二字 所以 他在指导组面前 直接立下了军令状 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就一年 他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定能够保证成功的 于是 指导组又给了他一年的时间 去解决问题 这一年里 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 此时他已经50多岁了 本来身体就不如年轻时候 再加上压力巨大 他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在思考 在研究 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合眼 还是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 要求他去休息一下 可休息几个小时后 他就又坐到了桌子前 对着电脑研究 终于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技术难关突破 通过了验收 我姑也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 拥有激光陀螺仪技术的国家 而且还是美国都没有办法突破的 四平插动激光陀螺仪 就在大家为我国科技 取得重大突破 而欢呼雀跃的时候 这位默默奉献的院士 已经投入到了新的研究中去了 而且他还担任了博士生导师 到2007年 他带领自己的学生 又研究出了 空间环路四平插动激光陀螺仪 又过了三年 再次研究出了 双轴旋转的制导系统 不仅为中国的科技进步 做出了突出贡献 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尖端技术人才 而他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要求过什么 他的战袍 只有一件白背心 一条老式军装库 2017年12月6日 这位为祖国兢兢业业 奉献了一生的伟大科学家 在长沙安详的离世了 享年89岁 他用自己半生的时间 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科技差距 缩短了20年 中国也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 像高普隆院士一样的英雄 才能有如今的实力 向所有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致敬